在左邊大家可以看到 兩座山峰之間有一個小冰川在那裡 那個叫做AA冰川 那就是因為呢 這兩座山的名字 都是以英文字母A字開頭 左後方的那座叫做阿薩巴斯卡山 左前方那座叫安卓米達山 那阿薩巴斯卡山的名字也是我們這個冰川的名字 那在印第安人的名字裡面呢 就是水邊的蘆蝟 就是阿薩巴斯卡 就是印第安土著語言 水邊的蘆蝟的名字 那另外呢 在左前方安卓米達山上 也是有另外一個福利的冰川 安卓米達冰川 那大概在兩百年前 我們這個大冰川是在上面的 是跟這個小冰川連在一起 那時候這個AA冰川是 就是這個阿薩巴斯卡滾雪的一條小的支流 現在兩個冰川是獨立分開了 好了那我們前面呢來到雪車的折返點 也就是說我們的車子就只能夠最遠就開到這裡 然後等一下車子會停下來 我們就是 我們呢就是可以下車在冰川上面活動 那大家下了車你們腳下踩著的冰川的厚度 是兩百多米接近三百米 就是相當於巴維威塔的高度 這麼厚的冰 那大家呢下車在冰川上面行走呢 我們就不要慢慢走 一步一步來哈 這個千萬不要用跑的哈 慢慢走 往上面外面可以看到風很大哈 如果你們在外面拍完照片覺得太冷的話 可以隨時回來這台車上 我們這台車的標記呢是一隻小兔子 會不會看到這個車窗上面那個小兔子 外面也會看到的兔子的標記 那大家可以從外面看到車子